明明是美的火花,烈火燎原玩家,头皮纵容还有炎然的假花,战胜花蛇的模样,花枪终成枯花,英雄国王终究是大狼逃杀。 了解古人经历,探寻历史足迹,若看不懂古文,不妨听听史迹。 对历史故事,感兴趣的朋友,在这里可以看到古今中外的历史趣闻。 喜欢中国历史的朋友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歪歌社团的《中国未解之谜》系列作品,好了不多说了,下面就和小方一起听听今天的历史故事吧。 在我国古代有四大爱情故事,它们分别是秦朝的《孟江女窟长城》,《东汉的天仙佩》也就是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,东晋了梁山博与朱英台和南宋的白蛇传等等。 当然,古人所编写的爱情故事,远远不止这四部,比如,还有汉朝的《孔雀东南非》,南北朝的《牛郎之女》等等,很多很多。 这些作品让我们知道了,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人也有追求爱情的夙愿。 但是,我们是想一下,封建王朝下的人们没法真正地去追求爱情,只能写小说来消遣。 那是因为封建礼教的约束,而且那时候女的不但不能随便出门,还要被残忍地裹上脚,男的结婚也是被包办婚姻。 什么父母之命,媒妇之言等等,但是在没有这些制度时候的原始人,他们有没有爱情呢? 他们的婚姻是怎么样的呢?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,人类学家摩尔根在他写的《古代社会》这本书中指出,原始人只有进入到了文明社会,那才是人。 在此之前,那都是动物,哪怕已经直立行走,那就是直立行走的动物。 动物是无法理解爱情的。 他的这个观点,在欧洲获得很多人的支持。 但是中国的考古学家,在对中国的原始人进行研究后,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。 他们发现中国的祖先,早在原始人时代就有很独特的恋爱方式。 比如,当时有人看到自己喜欢的异性,会给他赠送礼物。 如果对方对他也有好感,会跟他回赠礼物。 如果不回,就代表他不接受对方的表白。 等到双方互赠礼物之后,就进入了正式交往的阶段。 如果交往之后,没有问题,男的会找一根接接使使的棍棒, 对着女生的头当头来纳闷一下,把他给打婚了。 然后拽到自己住的山洞里,这就代表结婚了。 至于,他为什么打人? 这是当时的一个传统。 因为那时候原始人,经常打猎,打到猎物之后, 他们都要把打倒的猎物,这样拖进山洞里。 代表着向大家宣布,这是我打到的。 后来,人们就把用结石棍棒把女人打婚。 这个过程,叫结婚。 而且婚字,还正好是一个女字,加上一个打婚的婚字。 不仅如此,把人给拽进山洞的这个过程叫入洞房。 而还有的地方,因为男女比例严重失衡, 看到有人娶到老婆分外眼红, 便还有一个闹洞房抢新娘的传统。 而这里所说的抢可不是说着玩,真抢。 这种情况下,多半会是身强体贱的人,占上风。 但是结婚的新人,可以出去躲起来。 只要在一定的期限内,保证不被抢到。 那个坏人,就不再来抢了。 这个期限,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左右。 这一个月里,新婚的夫妇,会跑到附近的深山老林里躲着, 靠采摘一些瓜果必见冲击。 这一个月,后来也被人取了一个名叫,都蜜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